全骨坚耸,塞骨横突 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被侵占,一定会向方设法的报复回来,不达目的不罢休,痊愈心重,很容易背叛别人,或是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不道德之事,无论男女,有此面相,均不可交,口嘴歪邪所谓的口嘴歪邪,就是指嘴巴与嘴唇不正,嘴唇上鲜漏尺,有此面相的人,心术不正,喜欢在别人面前搬弄是非,嚼舌根, 背后是半,典型的小人面相,一旦与此面相的人合作,或是有利益交涉,很容易有破财败运之事,与头钱多少无关,稍不留神就会被其耍弄或是陷害,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交友需谨慎,遇到这样的人,不可过多交涉,一定要躲得越远越好,三角眼所谓的三角眼,是指眼尾向下搭了,眼睛形状呈三角形, 多半是由熬夜长期睡眠不足,眼皮松实所致,多数是在三十岁之后,极少在青年时期有,此面相的人,心肠毒辣,为人艰险,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,贪欲过重,性格比较消极,总以为别人要陷害自己,谁也不信,此眼又称为狼眼,典型的忘恩负义, 一旦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情,一定会刺激报复,防不胜防,就算之前付出再多,也无济于事,每位散乱从眉毛可以看出一个人精神状态,缘,德性,财运等,眉毛散乱之人,大多做事没有原则,容易盲从,听信他人的意见,不能坚持己见,缺乏理智, 在事业上难以持久发展,财运不济,难成大器,有此面相的人,无论生活还是工作,常常一团糟,没有头绪,不可与之合作,失败率高,投资损失大,只可浅交不可,不可有过深的交往,卧残凹陷卧残位于下眼皮的隆起处,在面相中又称为子女工,代表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德行等,卧残凹陷之人,心血不足,做事, 没有精神,常常无精打采,内心阴暗,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,否则很喜欢在背后事半,表面和善,背后阴傻阴招,典型的伪君子,与这样的人叫很容易被其欺骗,被他们买了还替他们数钱,八字首相,事业昏烟,外事词询,望洁善缘,师傅挥信,519767